我不明白許批為什麼要謝謝我 因為我根本沒有幫忙 我也知道現階段是不可能的 壓根也沒有告訴衛生局 更沒有跟他聯絡 也沒有幫忙去要任何疫苗 但是他是不是有在外面亂說我有幫忙什麼的 會害死我 如果是我指示 或我要求衛生局 核發這個115瓶的疫苗給好性肝 在所有的調查過程裡面 不會有人放過黃珊珊的 今天簡書培育員有提出指控說 我本人跟許金川認識還有很多往來 甚至是我來要求配發疫苗給好性肝 我要在這邊正中的澄清 絕無此事 第一個我跟許金川醫師 是在去年10月26號的龍山寺 他們在為跟龍山寺合辦篩檢肝癌的 篩檢的大會 8000多個人的地方 然後我去參與這個活動 那時候第一次見到許金川醫師 他們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公益活動 那之後就沒有再聯絡過 我跟他在這一次是第一次見面 也是唯一一次的見面 那在6月6號的時候 比如說今年疫情爆發以後 6月6號 當時我收到了一個朋友的簡訊 我的朋友 他的代號是Ben 他6月6號禮拜天早上10點鐘 他把好心肝基金會的心聲傳給我 那所以跟我通聯的不是許金川醫師 所以簡議員誤會了 第一次他轉過來是說 轉達好心肝基金會的心聲 是希望能夠參與台北市有關 將來大規模疫苗施打的時候 他們也希望能夠參與所謂的接種合約診所 這是第一步 那當時他們 這個傳了很多的資訊 其實我看到的時候 就是他一直在表達說 他在龍山寺看到我 然後也希望說市府團隊看起來 已經準備他們想要幫市政府的忙 所以這是第二 他接續的這個簡訊內容 接下來是他就一直在呈現說 好心肝他們很認真 很希望能夠來協助市府 所以整整十一通簡訊裡面 附了非常多的內容 他說 基金會想要表達 他們有足夠的力量 協助疫苗的接種行動 謝謝我 所以跟我來往的都是我的朋友 並不是許金川醫師 那接下去就是在六月七號 六月七號 我的朋友繼續待轉 因為我前面都沒有回他 六月七號他就再短了一次 許金川醫師自己要跟我講的話 所以他就轉了一個這個簡訊 黃副市長 我是台大許金川醫師 謝謝你過去一直積極協助參與基金會推廣 肝病推廣的活動 如果我跟許醫師很熟 他應該不會再去找我的朋友 要寫這樣一段話給我 這個應該是很明確 因為他跟我不認識 他沒有我的聯絡方式 所以他只能找到他的朋友 認識我的人 幫他轉這個訊息 接下來 我 因為前面沒有回 所以我當天看到這個訊息 因為當時台北市政府 我的確是在規劃大規模施打疫苗的將來的計畫 可是當時還沒有具體的內容 因為疫苗的配發跟數量都不完整 不過我們的確有規劃 所以當時我貼了一個 也就是我們市長每天在記者會的字卡 這個圖卡很清楚 就是台北市大量疫苗快打計畫 裡面快打計畫就有包括 十二個門診部跟合約診所 我貼了這個圖卡 就告訴他 告訴我的朋友 我沒有回許屏傳醫師 是告訴我的朋友說 都在規劃當中 因為有保存設備跟副作用急救的問題 會由中央決定開放方式 我們當時的規劃是 如果要用診所 他必須要有保存 比如說二到八度 或幾度的這種保存設施 第二個還有副作用的急救 因為當時都知道 打疫苗會有一些可能會有一些 不好的作用 可能要半小時 那半小時他需要現場 是不是要等候的區域 有些診所很小 不見得能夠有這樣的區域 所以每一個診所都要去看 他的現場跟他的設備 所以我只是很婉轉的說 規劃中 但是必須要符合保存設備 跟副作用急救的問題 這個中央應該會定出標準之後 我們才會決定 哪一些診所是可以來做合約診所的 那我的朋友就說 他已經轉給許批 所以到六月七號以前都是這樣的來往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謝謝我 他會轉過去 他也覺得我們都很辛苦 所以他也很帶轉我們的資訊 突然間在六月八號的早上 我接到了也是同樣這位朋友 轉了許金川醫師的一個訊息來 麻煩轉達黃珊珊副市長 他下午5點拿到150支 昨天晚上10點全部打完 全部醫護人員很高興可以為民服務 救人一命盛造七級浮屠 不過目前沒疫苗 希望能夠有疫苗下來 我們可以再過一些 給我們打一天打一千人 不會輸給任何醫療院所 謝謝珊珊副市長 當天這個簡訊其實我沒有看 原因是 我六月三號到六月八號 我都因為身體有狀況 所以我都在晚上住在仁愛醫院 那白天我都有回來上班開會 但是晚上我其實都在醫院休息 跟打點滴 所以六月八號這個訊息來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有件事情 到六月九號的時候 六月九號的時候 也就是六月八號晚上 已經有新聞說有一個診所 漏夜在打疫苗 而且在排隊 第二天早上的新聞非常的大 我當時就把這個新聞 我早上八點三十六分 因為我到市政府 我們是七點半開成會 當時在市府就開始討論 成會就討論這個事情 我八點三十六分 把這個新聞傳給我的朋友Ben 我說這個好像是好心肝診所 可以請他們出來說明 是不是合約診所 然後有沒有依法施打一到三類的人員 不然又是誤會很大 然後這個時候 我才跟他正式的說 可以給我許批的聯絡方式嗎 如果我跟許批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我不可能再去跟他要他的聯絡方式吧 所以這個是 第一 先澄清 完全都是我的朋友在帶轉相關的訊息 第二個 事情發生之後 我請他們趕快出面說明到底怎麼回事 我根本就不曉得他們 這個是不是他們 然後第二個 是他們的話 也請他們出面說明清楚 最後 我在六月八號的晚上 我發了簡訊給我的朋友Ben 我清楚的跟他說 我不明白許批為什麼要謝謝我 因為我根本沒有幫忙 我也知道現階段是不可能的 壓根也沒有告訴衛生局 更沒有跟他聯絡 也沒有幫忙去要任何疫苗 但是他是不是有在外面亂說 我有幫忙什麼的 會害死我 我的朋友就說 市診所對不起市政府的委託 和姍姍沒有關係 所以結論就是 我跟許金川沒有聯絡 都是這個朋友帶轉 這個朋友最後也很清楚的告訴我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許金川要謝謝我 可能他認為已經傳給我 然後他又拿到疫苗 所以認為我有幫忙 我必須說 我當民意代表二十幾年 合法的不合法的 我們心裡都有一把尺 能做的不能做的 在我擔任副市長之後 我相信 只要是我們很多的請託 都是到我為止 能做的我們就會盡力去做 包括議員 包括民間企業 包括民眾 我們以前為民服務 都是盡力而為 但是不能做的 絕對不可能去要求基層 或者是我們台北市政府任何官員 來做這些違反規定的事 所以我們必須扛下很多人情的壓力 但是我們還是維持那條線 這個是6月9號 因為事情已經發生的當天早上 我們剛剛那個是8點半 我們要求說 你要出來說明 8點半同時間 我也請這個Ben去找許P 然後他發了簡訊給我 所以這是6月9號是 許金川第一次發正式的簡訊給我 他是透過電話的號碼直接發簡訊 如果我們是好朋友應該會有LINE吧 然後清楚的問他說 他說是院內員工還是有院外人士 然後他說是志工 我說志工有沒有造冊 我們要開記者會 外界會故意扭曲 你要說清楚講明白 所以這也是我第一次跟許金川聯絡 那最重要的是 當天 檢數培醫院他今天出事的是 我們衛生局的另外一個工作群組 就是他們局內的工作群組 其實在我們腐肌我們也有一個工作群組 6月8號早上 我剛說6月9號早上一早 我從仁愛醫院出院回來 然後我還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這個新聞 所以當天 市長就把那個新聞貼在我們的 腐肌的工作小組 黃局長當時就第一個時間回 是好心單診所是合約診所是可以搭的 昨天有配發100坪給他們 今天要去查是不是有打在 不在這次的施打對象的情形 我在8點14分在這個群組上面 我那時候突然想到說 好心甘有一直來要求打疫苗 所以我就把6月6號我的朋友 傳給我的那個黃副市長 我是台大許金川醫師的那個簡訊貼到我們的群組 黃局長應該是從這個群組裡面轉貼到衛生局的群組 但是這個都是6月9號以後 也就是好心甘都已經打完疫苗的第二天 新聞出來的那一天的早上 這個不是在6月7號6月8號他們來取的疫苗之前 我們貼到衛生局的群組 各位再強調一次 這個是事發之後黃局長把我在我們的工作群組 我貼6月6號他來爭取當合約診所的那個簡訊 貼到我們的伏擊群組 就是因為發生事情 我覺得可能是好心甘要他們去查明 所以在我們的伏擊群組裡面 很清楚的就是告訴他 在這個群組裡面 我們的發言人還有我們其他的局長都有說明 我在裡面說應該只能打醫護人員吧 然後我還講 請衛生局回應 然後黃局長說今天會打完 醫院診所是不是打在施打範圍的地方 有可能我們要去查 然後我就再講一句 好心甘的部分先澄清 那周宇秀局長也說完全贊同這會是風波 所以下面我有講了 我有曾經回過好心甘 衛生局會規劃診所本來就有規劃有合約 但是要依法 也就是 檢疫員拿的是衛生局的群組 是在6月9號之後 我把這個群組裡面 我原來貼在我們的伏擊群組裡面的訊息 衛生局長把它貼到他們的群組裡面 絕對不是在好心甘拿疫苗之前 我去交代或我交給局長 都是在我們的伏擊群組事情發生之後 我回過頭去把原來6月6號的那個簡訊貼在我們的群組 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我們還有非常非常多的往來 這是我們所有的群組的來往名單 那我在我們這個群組裡面 我都講得很清楚 早上就要查明清楚 因為記者在追 然後我還寫 查證後要趕快請衛生局回報 我還把我跟許金川的簡訊都貼在這個群組裡面 一樣我還特別說明 他們承認是志工達的 我們要依法處理 也就是說 這個都是在6月9號事發之後 我們的府內的自己的討論 講得很清楚的就是 如果是我指示或我要求衛生局 核發這個115瓶的疫苗給好性肝 在所有的調查過程裡面 不會有人放過黃珊珊的 現在很清楚的就是 這個事情我有收到簡訊 我沒有轉給任何人 等到事情發生之後我想起來 所以我請他們趕快去調查是不是這件事 同時我也要我的朋友說明 你們是不是這件事 好性肝這個事情 第一時間我就告訴市長 所以我把我的簡訊全部都露出來 所以今天 我們所有的簡訊 都可以提供給媒體朋友 也就是在過程裡面 都是一個我接到訊息 我沒有轉傳 這是我作為一位行政首長很重要的 自己要去審視他能不能夠做的事 這條線 在我心裡一直都有一把尺 所以 過程裡面 我當然知道很多人 在疫苗 防疫期間 我接到非常非常多的請求 請託 拜託 我們也知道有很多東西是很無奈的 但是能做跟不能做這件事情 是不會有模糊地帶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疑慮 檢疫員是我十多年的同事 他也可以來問我 但這過程裡面 我相信 我自己在議會的同事 都很相信黃珊珊的人格 就這個部分 很清楚的就是這個樣子 那過程裡面 我希望 不要在這個案子 大家都很受傷 尤其是我們衛生局 這個過程 我們錯了 我們檢討 我們改進 我們的同仁也付出了很多的代價 然後我們的局長現在也在請假接受調查 我必須要幫大家他們說一句話 他們只想把事情做好 在過程裡面 大家對台北市政府的污名化 或者是我們做錯事情 然後大家給的這個打法 對我們來說 我們還是會把我們的工作做好 我們希望大家把這個事情 能夠還原真相 我本人坦蕩蕩 我這些相關資料 都願意交給政風處 跟廉政委員會調查 因為政風處的部分 我完全沒有介入到他們 衛生局內部的疫苗的 所以過程裡面 也沒有任何一個同仁 在他們的筆錄裡面說 曾經接受我的指示 我想這個部分都已經查過一輪了 檢調目前也在塔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也願意配合調查